大家好,我是Irvin 今天就是一樣在Whistler All Hands的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晚上 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們今天 這一次的All Hands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Whistler 這次的場地 Whistler其實已經辦過三次 第三次All Hands 這是第三次 前兩次我都沒有跟到 再前一次的Mozida Summit 也是在這邊 那一次2010年BUB跟小B有來 那一次我也沒跟到 所以我是第一次來Whistler 它有點像是一個小鎮 然後 這樣看這一面好了 它是一個小鎮 然後圍在山中間 然後 就是旁邊每一座山 都是 你看這一堆線都是滑雪道 很帥 這是一個就是冬季運動的場地 有名的小鎮 然後我今天我們坐懶車上去 就是今天最後的那個 晚上最後的活動是在懶車 而是坐懶車上去到山上 山頂上的一個 的一個點 的一個就是 有點像滑雪小屋這樣子 然後在上面吃東西有東西 然後我們坐懶車下來的時候 就有聽到他們講說 就有聽到溫哥華本地的人講說 Histler在冬天的時候 就是超級熱門 然後人超級多 然後超級塞車 還好我們是夏天 太可怕了 從溫哥華到這邊一百多公里 然後他們說就是中間只要有 一有車禍 然後就會塞四五個小時 哇 聽起來很恐怖 但他們有說 我還有聽到一個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們說他們當地的學校 國中的時候會在就是溫哥華旁邊的山 學滑雪 練滑雪 然後高中之後他們就會就是 週末 然後就是到學校一整團 然後遊覽車載來 Histler滑雪 然後一整天然後再回去 這樣子 真是太帥了 學校只有滑雪課 很好玩 我記得四月才第一次去滑雪 覺得真的滿玩的 然後Histler也是這樣一個整個 看起來有點像是 就是 它就是正 然後中間徒步區 旁邊就是全部都是商店跟旅館 感覺有點像是那種 迪士尼裡面的那種 就是一個觀光 因為迪士尼的那種 就是全部都是旅遊地 欸?迪士尼那種算是什麼 樂園 就是遊樂園裡面的小鎮的感覺 真的 就是全部都是餐廳 然後旅館 然後腳踏車 租車便 然後還有滑雪 腳踏車雪具 跟運動用品店 這樣子 超帥的 然後一堆紀念品店 好但是其實沒有很多時間去路上光 大概 只有兩個下午 是比較有空的吧 其他時間其實都還是 很多會 那我這一次是來 嗯 嗯 然後說語言辨識零琴 語音辨識零琴 但是我們沒有資料 資料可以有買的 但是買的很貴 那不但很貴 很多語言你想要買都買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做了一個Converce的計畫 然後讓大家提供句子 然後讓大家上去錄音 那Converce跟其他的語音收集計畫最大的不同是 Converce的句子跟錄的語音全部都是CC0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你可以下載那個語音去做任何的事情 你可以去做語音合成 然後就變成你自己的一個語音合成引擎 之類的都是可以的 然後可以商業使用 所以這是Converce的特色 那Raps的話 就是大家都知道Raps就是Mozilla的 志工的一個組織 那它今年已經八年了 我們之前 今年花了一些時間在查證Raps的歷史 確定它現在是八年了 八年好像快九年了 那Raps就是世界各地的志工 然後你可以去申請成為Raps 你就會獲得更多的資源跟資訊 你可以獲得NDA 可以得到Mozilla的NDA 就是保密協定的權限 那接下來就可以加入Slack 然後獲得一些比公開資訊更提早的資訊 然後可以方便的跟 在Slack上可以方便的跟員工聯繫 然後可以稍微有一些資源 像是想要辦活動可以有一些預算 然後可以申請一些紀念品 來幫助本地的活動這樣子 那Raps這個計畫是這樣子的 那 因為它八年了 所以其實它也變很多 那Mozilla對這個計畫本身的需求 其實也變得蠻多的 最早Raps其實是 很focus在辦活動 就是大家 申請Raps 然後當Raps 很多 很常常都是因為想要辦活動 然後需要支援 所以就申請Raps 然後或者是要預算 那現在 Mozilla對於Raps這個計畫的想法是 Raps應該要能夠 就是協助在地的志工 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幫 然後讓在地的志工 就是成為在地的志工 這Mozilla之間的橋樑 然後可以讓志工 自動Mozilla的方向 想自動Mozilla現在的計畫 然後可以就是 就是朝向同樣的方向邁進 這樣子 就是Raps現在的角色 對 那 那是要從過去的那個 就是我們就是來辦活動 的角色 變成我們現在是要來幫忙大家 一起 幫忙大家一起做事情 或者是 協助大家 一起 貢獻 的這樣的角色 這中間就是有很大的轉變 然後有很多需要調整的地方 很多制度要調整 或者是很多 提供的資源 像是什麼 提供的訓練 提供的資源 很多都需要調整這樣子 那 所以這其實這兩年 大概都是在討論這相關的事情 那 參加了 大概 六七個正式的議程 就是主要的議程 大概參加了六七個 就是 就是參 Raps跟Con1 Voice加起來 然後這一次的特色 這一次還有一個特色是 整個禮拜五下午是空的 所以 今天下午就跑去騎車 就租腳踏車 然後跑去騎了一圈 然後 Whistler這個地方 旁邊有兩個湖 那 距離大概是 兩三公里 四公里遠 上面那個湖四公里遠 然後下面那個湖 大概兩三公里遠 然後下面那個湖 我原本想說租了車之後 應該可以就是這樣 繞一個超大一圈 然後 把兩個我們都繞完 加起來大概五十公里 我實在是 想的太 想的太簡單了 因為 這幾天真的很好體力 每天都是 八九點回到房間 然後躺到床上都睡著了 然後早上就是 六點半或七點就要起來 然後七點半到八點半吃早餐 然後八點半到九點是 Ohen's的那個 Planary Keynotes 然後九點開始就是 就是開始 各種 各種會議行程 就是各種會議的 schedule 然後移入到 五點左右吧 對 所以這次真的是 一個 一個 很耗體力的狀態 然後五點 因為現在是夏天 然後 Visler很北 他比温哥華還北 所以他太陽很早起 很早升起 很晚落 大概四點太陽 就天就開始亮了 然後晚上九點半才天黑 所以就覺得就是 一整天都已經下班了 就是已經六點結束了 然後去吃完晚餐了八點了 結果天還是超亮的 然後就覺得就是 一整個很錯亂 回到房間的時候還是亮的 然後就想睡覺了 然後起來的時候 就七點半就很早就起來了 然後起來就覺得 哇天好亮 那還好就是夏天了 那這種地方就是 冬天夏天就會完全顛倒 夏天白天超長 冬天白天就會超短 可能就是 九點十點才天亮 然後三點四點五點天又黑了這樣子 感覺就是很陰霾 那這幾天的Whistler還做了什麼事情 除了今天去騎車 然後第一天來的時候 繞了整圈 第二天 這次的All Hands有個特色 就是他們想要讓大家很健康 所以他們規劃了早上的運動行程 那過去的All Hands 本來就都有大家在約跑跟約起車 那個這一次也還有 但是我就是沒有跟到跑步團 因為他們第一天的那個跑步團 是要跑十公里 覺得很可怕 十公里要一個小時跑完 有點太平了 所以就沒跟到 那第一天我去那個 這一次官方行程的那個Book Camp 對 Book Camp我搞 然後Book Camp我搞是真的就是 大家就走到Whistler旁邊那個公園裡面的一個營地 然後就在草地上面 然後就 不是做體操 我原本以為是做體操 大家都以為是做體操 結果不是做體操 是做 是做重訓 就是自身重量的那種重訓 那陽臥起座伏地挺身 然後繞兩圈 然後在陽臥起座伏地挺身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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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核心肌群 對啊核心 核心 然後 然後 伏地挺身 然後再站起來 跳一下 然後再下去 揚我起座之類的 就是這樣子 真的是一個 整整一個小時 超級無敵硬的 對 我整整酸了兩天 覺得很可怕 原本Book Camp 就是一三 一二三四五 然後 晚上下午都有 結果參加了一次之後 我就 再也不能缺了 來 這一次 這是熱熱特首 就是他們想要讓大家很健康 然後這真的是一個很健康的地方 就是 你要知道就是大家 在路上都是在騎腳踏車 然後 在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SPA Skandina Spa 沒有辦法去到 他們 我聽他們當地人講 這感覺就是超棒的 對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 溫哥華 一定要來一下 Wistler 然後去 大大染車 這邊有四幾個染車 然後有一個很有名的 Pick to Peak 對 然後大大染車 然後去Pow Spa 好 但是我都沒有享受到 對 好啦 就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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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